第五集 为了把阿水找到的棺材军卖掉 我来到了卢紫月所工作的医院 刚进办公室和卢紫月还没坐定的时候 他的同事老实就给棺材军定了价 他说这东西应该叫诗训 手里的这颗少说得卖到六万网上 不用说老实对于棺材军的了解远远超出了我们 这东西碰上需要的这个价都不算什么 前年我去广东开会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药商 说他曾经做过龙冠军 价格在五十到三百块一颗不到 哦对了 他们那边管这东西叫龙冠军 哎我说老实 这个这个棺材军 他对什么癌症的效果好来着 卢紫月对价格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关心的是这药的疗效 都还行 不过治骨癌疼痛的效果特别好 可以说有奇效 奇效 哎呀 这么好的一味药 怎么以前都没听说过呀 这哎呀 卢紫月一边说着一边捶着自己的大腿 大有和这棺材军相见恨晚的意思 也不是没人用 就是用的人太少了 学院派的基本上不知道 也不会用这东西 也就是下边有些草仪会用 那现在这棺材军还好卖吗 哪里能卖到 趁卢紫月还没开口 我赶紧把画插了进来 我和他不同 我关心的只有价格 这钱到底能卖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真是有价无事了 那不也还是白搭吗 卖 怕是不大好卖 要碰上个有需要的人才行 那个药商呢 您在广州遇到的那个药商 还有它的联系方式吗 当时倒是给过一张名片 不过时间这么久了 早就弄丢了 哦 哎呀 别琢磨了 别琢磨了 哎 我说老师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你说这么好的一味药 哎 你怎么从来没用过 你管它贵也好 难得也好 我知道 这肯定不是理由 我就是想知道 你知道它好用 还不用 这原因 为什么呀 卢紫月摆出了一副 刨根问底的表情 沉默了将近有一分钟 老师忽然眉头眉脑地 问了一句 你们相信 这世界上有鬼吗 这话把我和卢紫月 问的是面面相去 好端端地说着棺材军 怎么突然蹦到鬼身上去了 莫非他以前用过棺材军 用出了鬼 看你俩吓得 开个玩笑 哎呦老师 你有话直说行不行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 你如果今天不说 我得追着你屁股后边 非得问出来不行 好吧好吧 老师叹了口气 拖过一张椅子来坐下 同时也示意 我和卢紫月都坐下来 看来这段故事还是挺长的 其实我也弄不大清楚这回事 咱们高一的 说什么鬼鬼神神的不大合适 不过那年碰到的事 实在是很难用常理来解释啊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 别人说 打死我都不行 老师一边说着 一边转身 从办公桌上 端起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茶缸子 解开盖子 喝了口茶 咽了咽嗓子 终于说出了 他始终不愿意用棺材军的 真正原因 那年的老师才23岁 在庄县中医院 跟着一个在当地颇有名望的老中医学习 老人家姓黄 当地人都叫他黄七味 这个绰号源于他开方子的习惯 不管什么样的病 经他手开出来的方子 大都只有七味药 虽说偶尔也有例外 但在100个方子中 95方一定是只有七味 不多不少祖方精准 所以大家叫他黄七味 这是实至名归的褒奖 黄七味医术高明 用其药来既古怪又狠辣 换言之 就是别人不常用的药材 他常用 别人不敢下的剂量 他敢下 尤其擅长治疗各种癌症 重症 黄七味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 可因为这套治病的手段 医院在他退休后 还是把他请了回去 做特殊门诊 老实说 他师父黄七味 治疗癌症时 重中之重的一味药 就是棺材菌 针对不同病人辩证施药 服以不同的药物来配合棺材菌 疗效特别好 即便治不好 也能有质量的延长病患的生命 黄七味收徒严格 当时这身下只有一名弟子 就是老实 老实这人 脑袋瓜子特别豪实 天赋极高 记忆力尤其出众 黄帝内经几乎是可以通篇背诵 而黄七味也十分看重 自己这唯一的一位弟子 教授起来是不遗余力 将平生所学 请囊相受 在跟随黄七味学习的三年时间里 老实可以说完全得到了黄七味的真传 有句俗语叫中年打咽 却不料被咽啄了眼睛 黄七味给人治了一辈子的癌症 自己却在72岁那年患上了大肠癌 好在发现的不算晚 他又是治疗此道的高手 自己抓方自己开药 这棺材军当然必不可少 黄七味膝下无儿无女 老伴死得也早 因此这徒弟也就成了儿子 老实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 照料师傅的责任 为了方便照顾师傅 他干脆从医院宿舍 搬到了黄七味的家里 在上班坐诊的同时 见缝插针地给师傅做饭 洗衣煎药 连续吃了几个月的汤药后 黄七味的病情 似乎是已经稳定了 可老师却发现 师傅在病情好转的同时 性格却变得越来越孤僻 以前的黄七味虽说不是个箭坛的人 可也不至于是个闷罐子 这说说笑笑的时候也不少 不像现在 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几乎是一言不发 老师要是问他些什么 他也就是嗡啊几声来简单应对 对此老师是十分不解 他也问过师傅几次 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可黄七味只是冲他白白手 依旧是惜字如尽 老师觉着也许是因为生病的缘故吧 中医都讲求个情质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 可能会有情志不畅 默默不语的情况 说不定过上一阵子也就好了 至少现在看来 师傅的病情十分稳定 老师这么琢磨也就认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 老师甚至怀疑 自己师傅是不是已经哑巴了 除了性格上的变化以外 老师还发现 师傅身上渐渐地出现了一股怪味 这味道起初很淡 要挨着很近很近 才能偶尔闻到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师傅身上这种怪味 变得越来越明显 以至于后来 每次去师傅房间 一进屋就能闻到十分浓烈的怪味 自大生病以后 黄七味就不再去医院上班了 除了每天吃饭 上厕所会偶尔露个面 其他时间都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边 粪笔集书 他在写什么 从来没跟老师说过 因为以前黄七味 曾经跟老师讲过 他要在有生之年 把一生看病治病的经验 都整理出来 来造福后人 所以老师就想当然地认定 这段时间 师傅一定是闷头苦血 他一生的临床心得 师傅身患重疾 每天又比更不错 老师很担心 师傅的身体会受不了 不过劝了几次都是无功而返 也许老头是觉得自己十日不多 想趁思维清晰 能血能冻的时候 赶紧完成其人生的最后一项工作 这天老师因为医院工作回来晚了 进屋时发现 师傅趴在书桌上 已经睡着了 右手还握着钢笔 笔尖倾斜着 戳在了桌面上 他轻轻地叫了师傅两声 可黄七位没有反应 于是老师拿了件衣服 给黄七位披上 让他接着睡 在给黄七位披衣服的同时 老师发现 这桌上并没有手稿 低头一看才发现 手稿已经掉落在地下了 他弯腰捡起了手稿 从黄七位开始写作到现在 这手稿老师可是一个字都没看过 他也十分好奇 师傅到底都写了些什么 看了一眼熟睡中的黄七位 老师轻轻地把手稿翻到了第一眼 才看了一眼 老师当场就愣住了 接着他赶忙往下看 翻了一页再往后翻 接着往后翻 继续往后翻 当翻到写有字迹的最后一页时 老师俨然实化了 他眼睛死死盯着手中的手稿 似乎想把这厚厚的一打稿纸盯穿 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捏住稿子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指甲泛白 呼吸变得急促慌乱 细细的汗珠密密麻麻地扑在额头上 这手稿从头至尾压根就没有一点和中医有关的内容 手稿从头至尾乌鸦鸦的一排排的文字 如果说这可以称之为文字的话 在老师看来 这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文字 完全看不懂其中的内容 难道说 这是师父自创的文字吗 就在老师对着手稿惊惑不已的时候 趴在桌上沉睡的黄漆尾忽然间睁开了眼睛 老师猛地打了个寒颤 还有所感应式地扭过头 看到一双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 那瞬间的感觉是毛骨悚然的 老师手一抖 刚捡起的文稿差点又掉在地上 师父 你做什么 差不多有大半个月没开口说话的黄漆尾居然开口了 大概是很长时间没说话的缘故 他的嗓音听上去有点怪怪的 我刚回来 看见您睡着了 就给您盖了件衣服 哦 这个 这个掉地下了 我刚捡起来 老师见黄漆尾紧盯着手中的文稿 又开始了他的沉默 老师慢慢地挪到门口 就在出门的一瞬间 他还是没忍住 师父 您写的 正打算继续动笔的黄漆尾 抬起了脑袋 看了老师一眼 老师没有躲开师父的视线 大胆地对视着 他决定 今天晚上要把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 他想听到师父的解释 这段时间 师父是怎么了 不愿说话 性格大变的原因 是因为生病 还是有其他的难言之隐呢 这份天书一样的文稿 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 师父 我看了您写的东西 您写的是 黄漆尾沉默着 头抬着 可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老师 不过此刻 之前那种冰冷的诡异 已经没有了 老师发现 似乎在一瞬间 师父眼中代表生命力的那种东西消失了 他的毛子是暗淡的 灰色的 甚至连锤锤老蚁都够不上 那是一双 俨然干涸的 死亡的 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眼睛 死 这个字眼让老师忽然蹦出了一个 可怕又怪诞的想法 老师想说什么 喉咙里却只发出一串 没有意义的阴间 他觉得 脖梗后面像是有蚯蚓在爬行 又冷又痒 他知道那是冷汗 鸡皮疙瘩在一瞬间就冒变了全身 他想到的是 师父 是不是已经死了 你走吧 黄七位忽然开口了 仿佛有些心虚似的 在他说话的同时 他把头 低下了 黄七位支起右手挥了挥 示意老师出去 老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最终 什么也没再说 默默默地 走开了 当天晚上 黄七位像往常一样 正常的吃药 吃饭 只是在饭后 没有像往常一样 在书桌前奋笔急 他拉上了窗帘 关掉了电灯 像是睡了 第二天 老师给师父送早饭 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 推门时却发现 这门是反扣上的 又叫了一阵门 还是不见黄七位答应 他隐隐地闻到 房间里有烧纸的烟味 老师顿感不详 赶忙把门撞开 迎头就看见 黄七位的尸体 挂在房间中央 双脚悬离地面 大约有五十厘米 身下是一张倒掉的方道 在靠近书桌地面 有一个堂瓷脸盆 这脸盆里装着一大堆纸张 燃烧后的灰烬 门窗是紧闭的 可房间里的烟味依旧呛人 屋内烟雾缭绕 黄七位自杀了 临死前 他烧掉了自己写的那份天书手稿 书桌上只留下一张字条 是写给老师的 实书民 误在使用对口之 且记之 老师不要再使用关在军了 一定记住 这是黄七位给老师留下的 唯一的一句遗言 没有一丁半点的解释 只是一份告知 正如他莫名其妙的自杀一样 这句谜一般的遗言 同样让老师感到无比的困惑 师父一生行医 最善用的就是这味药 在待自己的三年时间里 他讲授的最多的 就是棺材菌在临床上的配物和使用 棺材菌运用在各类癌症上的治疗 实乃他一生的经验和心血所积 是他学术的中心和重点 老师作为他唯一的一波传人 日后临床开放 若不使用棺材菌 就等于完全摒弃了他的用药法则 师父 这是为什么呢 老师外表看起来粗犷 实则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师父留下的这句遗言 看似是没头没脑 他却很快从中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这一切可能就源于棺材菌 师父生病之后 吃的那株棺材菌 老师认定 师父在生病之后性格上的巨变 完全就是因为那株棺材菌 卢紫月听到这儿忍不住插嘴了 那株棺材菌 难道你师父吃的棺材菌 和之前用的棺材菌不一样吗 是不一样 我师父用的那株菌 之前从来没给其他病人用过 那株菌他存了有些年头了 是一株整菌 菌龄也比较长 所以一直没舍得用 后来自己病了 手上的散菌块吃了一个月就吃完了 然后就开始用这株菌配药了 当时我也回想了一下 我师父性格上的变化 好像就是从服用棺材菌 确实地说是服用这株棺材菌开始的 听老师讲到这儿 我倒有点不明白了 按照他的说法 是棺材菌有问题 还是那株棺材菌有问题呢 当我把问题抛向老师的时候 老师没有任何的犹豫 有问题 棺材菌 有鬼